原本大家都认为,杨玉莹就是一位性格温和,唯唯诺诺,什么事都好商量的姐姐。 没想到,在乘风破浪的姐姐2,最新的一期节目中,她颠覆了观众心中的固有印象。 没想到,在纳英和陈妍希的里应外合下,她还能这么高,如此镇定自若。 在第二次公演的选歌环节,纳英在杨玉莹那里吃饼了,以为谁都会卖自己面子呢。 结果,杨玉莹压根当作没听见,纳英一眼相中红颜旧,害怕被第一个选歌的杨玉莹组选走。 于是,一个劲儿的催杨玉莹组,选她最瞧不上的快乐宝贝,又给眼神又发话,说这种可爱的歌,最适合杨玉莹他们了。 但是杨玉莹心理清楚,上一场可爱风已经输了一次,同组的董璇和李慧珍都被淘汰了。 这一次,肯定得选难度相对高一点的,不能重蹈覆辙,纳英一直干扰着他们的选择。 张博之很给面子的一直望向纳英,陈妍希则和纳英持相同观点反驳杨玉莹,陈妍希也是最后被其他组拒绝,最后调剂到杨玉莹组的。 不过,她似乎对杨玉莹很是看不上,当队长选歌时,她直接出声阻止,这个很考功底的姐姐。 陈妍希采访时,直言感觉自己要被提前淘汰了,海影会透露,就是因为选择了这个没有把握的歌,所以,她可能要结束自己的乘风破浪之旅了。 陈妍希对荣祖儿和对杨玉莹的态度也是天壤之别,一个是捧着哄着,一个是嫌弃着,可能是她觉得,跟着杨玉莹容易输吧。 你喜欢这样可甜可刚的杨玉莹吗?快来评论区聊一聊吧。